好,妳是學克敏,陳英華 什麼叫學克敏啊? 學克敏就是學習客家語言、客家文化的閩南人 我也是閩南人,但是是比較新型的閩南人 因為這是一個翻轉,一個翻轉的 實在有一個小小的翻轉 就以前有所謂的學老客,科洛哈 科洛哈一直用了客家人為了生活 為了私以環境去學閩南話 但是我把它翻轉過來了 那其實我算是一個很依賴的 因為其實我跟明光一樣,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我跟明光一樣都是 從小就是體弱多病,容易生病的孩子 那其實這樣子下來,我個性其實變得比較恐怖 那自從弟弟妹妹出生以後啊 那我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個孩子 所以我在上國中高中的時候 我遇到困難,其實家人並不會幫我 就是直接第二句話說,因為你是姐姐 你要自己去處理 然後還要求某藥,進姐姐的折了藥 照顧弟弟妹妹 那其實這個就這樣子簡單帶過好了 因為其實就養成說,我必須自己獨立 自己自己想辦法 那會養成一個獨行俠的個性 那在獨行俠的個性中,有好也有壞 那其實在獨行俠的個性 那時候我就一直會覺得我自己很可憐啊 我很委屈啊 那我自己有個想法就是說 我不替我自己著想 沒人會替我著想 那其實從小到大 我好吃的時候都是弟弟妹妹的 所以有機會了 我就是變成說 如果有機會去搶一些東西的時候 我一定要搶得到 那其實這樣的心態 在團體中和中就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會跟 大家團體都會引起紛爭 那是剛開始我帶著這樣情侶進來吃方可惡 剛開始大家可以忍受我一點點 但忍受幾年之後 一定大家會忍受不了的時候 那就是在 有一年在台中 我們只望去參加台中東海大學的 兩天一夜的活動裡面 那其實大家 我們大家第一天看到就是 大家對一個社工佳龍很好 然後也是跟他聊天之後 說他是那個 苗栗三一的客家人 那其實我整個情緒是放在第二天之後 就爆發出來了 就是跟他們找起來 然後我就翻中路 跟他們就是 整個轉線的關係 可是那時候 我會覺得說 人生氣已經出現很大的危機 就是身體也出了問題 工作也沒了 然後朋友也沒了 然後那時候其實 我自己很難過 危機到這個時候 我一定要有個轉型 那我自己也有看過 家人適不適合我學習的樣本 我都是 但是媽媽鐵力是叉叉的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媽媽光 因為你就是這一代女人 你就知道是女人 有所謂的七出之罪有沒有 我媽媽大概放了兩條跟三條 但是我媽媽是一個負責不足的女人 所以我媽媽是第一個叉叉 爸爸叉叉 弟弟叉叉 妹妹叉叉 那想來想去 我在十方裡面 到底誰要做為我改變的樣本呢 我跟很多社工啊 會員啊 相處的經驗裡面 我覺得我就選了家人 做為我改變的樣本 那我既然要選了這樣做為改變的樣本 於是我就開始轉型了 我就逐步開始轉型了 我就想說 我不是閩南人 因為我的經濟條件 我不適合過閩南人的生活 一直不斷這樣給自己洗腦說 我只適合過眷村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客家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 這樣過得通常會是 其實很痛苦 為什麼 因為我就是 那段第一年 頭半年的時間 我就每天都要給自己這樣洗腦 洗腦說我不適合過閩南人的生活 我只不適合過客家人的生活 要像客家人一樣勤勞一點 要像客家人一樣節儉一點 要像客家人一樣 要像客家人一樣 遇到困難要想辦法去適應環境 而不是要求環境去適應我成華這個人 對 那這個情況下 我就去更深刻的了解客家的文化 然後也是去上網 找到客家的社會 去真正接觸客家人 然後去學習他們的用品 然後這個時候啊 我就在家裡就會唱那個 我在客家電視牌班練的歌嘛 會看客家電視 那阿姨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在閩南人的家庭裡面 有一個小孩 有一個人就是很異類 再來看客家電視牌 再來學唱客家歌 那家裡會不會出現聲音 出現一些聲音 可能會喔 會 那這時候你知道嗎 我爸爸就說我是客家 客家 我弟弟妹妹說我是客家豬 說我是客家冒牌貨 假客家 為什麼說我是客家冒牌貨 因為我是閩南的血統 不是客家的學 那我覺得說 血統命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那個 學習到人文精神 這才是最重要的 然後 就是說我在改變過程 我也很辛苦 然後也是會被 會被講話 但是我一定要堅持奮發 向上改變自己 那其實我在在我的經驗裡面 我會覺得說 在我接觸客家人 客家聖房間 我會另外翻轉過來講 就是說 當然希望有人去瞭解一下 接觸一下我們這個 因為我們並不是像外面講的 這樣的那麼的難聽 這樣的這麼的一無四處 像有的也很精進學 像我啊 像怡方啊 像紅女啊 那其實我在導演過 能夠跟大家分享這樣的故事之後 是很容易感動的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在最低潮 最困苦的時候 我們還懂得 為自己的生活努力 為自己的將來的努力 所以這部分 真的是讓人家很感動 人家這樣撒門 大名這樣 會用的齁 其實也會 我們懂得 會懂得 你這樣感動的齁 對 好 謝謝你 謝謝你跟我分享 謝謝你